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星星 我们中国人它不吃燕子 但是为什么燕子越来越少呢 而且就是说这个燕子也不像从前 在我们这个房屋上面能够看得到 所以有人说了可能我们要反思一下 为什么燕子会减少 第一 说燕子它本身是一鸟 它只要吃这些小虫子 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个燕子吃一些蚊虫之类的东西 可能也由于现在的耕种 都大多以肥料为主 还有就是说以打农药 这个农药一打上去以后 使用了新型的肥料 可能对燕子的食物造成了 就是说没有那么多 或者是有毒的食物 已经受到了污染 从前的燕子 因为过去我们这些街杆 都是当做肥料的 但是当做肥料的同时 也可能会产生很多的这些小虫子 那时候的燕子吃的会很饱 而且就是食物充足 自然环境也是比较的好 所以说通过这些现象看 可能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燕子 减少的原因 就是说它没有了充足的食物 有的食物可能已经是有毒 而且是被污染了 所以说燕子相对来说也减少了 第二个就是大家都知道 在我们农村特别常见 在这个屋檐的下面 有很多的这个燕子窝 来年就是春天到来以后 燕子都回来的时候 就是说燕子窝就是特别的多 还有那些小叶 叽叽喳喳的 但现在都看不到了 因为现在对于这个农村的建设 也以这个高楼大厦很多 就是说有很多的楼房 这样这个楼房的外延 它大多都是以这个 就是说瓷砖 还是其他的东西 它特别的滑 而且对于燕子来说 可能筑巢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所以说在我们农村 也很少见到这个燕子了 因为现在建筑的房子 用的这些材料 大部分你像外面 它贴的那些瓷砖 还有这个墙壁 都特别的滑 在我们从前的农村 居住的都是那些泥瓦 就是泥住的那些房子 所以说更利于就是说 这个燕子住屋 所以说它一是食物的缺乏 而且食物被污染 二就是住潮 可能就是说有了一定的难度 而且就是说 也不适合他们在住潮了 所以说在我们农村 燕子也越来越少了 这也是我们应该反省了 或许这就是自然了 就是说已经受到了这个 自然的一种平衡 已经被打破了 再不像从前 就是说大自然那么平衡了 所以说我们人类 应该得到一下反思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O CANADA